低智商的善良,有时候比作恶更可怕,罗素说过一句话,若理性不存在,则善良无意义,世间最大的恶,往往是以善良之名到处横行。 低智商的傻人,总是是非不分,他们喜欢自以为是的站在弱者的一方,逻辑混乱,忽略事实,某人对外卖小哥发火了,他真没爱心,某人居然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。 他真是活该当初被抛弃,某人怎么可以打骂别人家小孩呢?就算小孩再怎么调皮,也要宽容一点呀,他们不去了解事实背后的真相,不去同情受害的一方,反而崇尚对恶无原则的包容。 苏格拉底说,无知的人是没有资格行善的,低智商的傻人,往往缺乏常识,却迷之自信,害人于无形。 正如罗素所言,我们这个时代令人不快低时之一时,那些确信无疑的人总是很蠢,并不是做一件事,只要具有善良的动机,一切失误都可以原谅。 无知的善良,感动了自己,害惨了别人,低智商的傻人,无法做到混味思考,总是喜欢破细尼般的劝人原谅。 你没有真正经历过别人的生活,又怎么能劝人家宽容大度? 孔子说,以德报卷,何以报德,别人对你很差,你还对他好,那你怎么对得起那些对你好的人呢? 郭德纲也说,我是有求必报的人,对待曾经伤害过我的那些人,我住不到以德报卷。 很喜欢柴静在看见中的一句话,人怎么才能宽容呢?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,你理解吗? 不顾当世人感受,一位以和为贵,却仍宽容的人,实在是一种低智商的善良。 那些善良烂烂却是非不分,只使水平低下,无法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人,有时候比坏人更可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